這是一台全景相機 X4的字樣代表著它經歷了至少四次的重大改革 單從外表來看你很難想像 兩個魚眼鏡頭一個2.5吋的觸控螢幕幾個按鈕 居然就真搞成了讓一順成永恆的奇蹟 什麼是全景相機 它跟運動相機的差別在哪裡 什麼時候的情況下你會需要用全景相機 它後製的時候馬步麻煩 這大概是我最常收到觀眾問我的一些私訊 我們這樣講好了 運動相機跟所有攝影類機器都一樣 就是把眼前、鏡頭前的瞬間 刻畫在你那幾百幾千元的記憶卡裡 而全景相機就是藉由這兩顆魚眼睛 把眼前、腦後、頭上、腳下、奶旁、腰側、八方四面全給你烙印了 拍的時候你只管拍就是了 什麼取景、主角是誰、視角、角度 那都他媽的是回家之後的事 你就只要做好一件事 當下盡情的射就對了 Insta360X4作為2024年的最新產品 在數字上、規格上看下去就是一個字 你媽真牛逼 11K超彩的8K30幀全景影片 像素合併的話你還可以有更好的高感表現 最高可以達到5.7K的60幀 再犧牲一點解析度分辨率的話 4K100幀也沒問題 事後你可以放慢四倍的慢動作 但數字終究只是數字 我們還是講講實際體驗後 我想給大家一些拍攝小建議 8K那是真的像 確實清晰 而且因為他拍攝的檔案是H265 所以不會肥、不會大 可是原理上啦 同一塊感光元件像素越高 高感表現就越差 所以除非今天是風和日立 陽光明媚、光照充足的情況下 我才會拍8K 如果是低光源的情況下 我覺得像素合併的5.7K30幀 會是有更好的高感表現 至於那4K100幀呢 四倍升格嘛 有這絲斑順滑的慢動作 你說誰拒絕的了 但克制點啊 快門速度保底兩百分之一起跳 光線不足 別玩 在功能模式上 Insta360這幾年的菜單 我想大家應該都不陌生了吧 拍照的部分 你可以拍攝全景照片 HDR的全景照片 PureShot的話 你還可以有7200萬畫素 尖隔拍照、連拍 甚至你要拍星軌的話 長曝光的星空模式也是很好用的 至於錄影模式的話呢 你可以拍攝一般的全景影片 如果今天光比比較大的話 亮的地方很亮 暗的地方很暗的話 你可以選擇用HDR錄影 縮時、移動縮時 還有那個很酷炫轉場的那個子彈時間 甚至循環錄影或預錄 你用得到的用不到的 它都有 甚至你今天買的全景相機 很反骨的想要拿一套運動相機使用 它也可以 單鏡頭模式就是這麼一回事 不管你是選擇這兩顆鏡頭的哪一個 它最高都可以拍攝4K 60幀的影片 上下合併的那個密模式 最高則是4K 30幀 或是你可以降到2.7K有120fps的畫面 這單鏡頭的規格 當然沒辦法跟X Pro這種頂級運動相機掰手腕 但人家這一功能就一尖指 你還嫌你媽煮的菜 還沒有五星級主廚煮得香 好用夠用 不就得了 全景相機最強的是它那如同鬼神一般的電子防抖 管理Y7扭8天旋地轉 FlowState這個Insta360給它們防抖功能取得名字 這玩意兒就沒讓人失望過 搭配上水平矯正 你就算是無敵風火輪火影牙通牙 那畫面出來還是四平八穩 妥妥沒毛病 其實全景相機所有的一切都只為了一個字在做服務 玩 讓攝影變得好玩 讓你在拍攝過程中所需要承受的負擔降到最低 不用帶空拍機 拿一根超長的自拍桿尾空拍 也完事了 不用帶穩定器 FlowState給它開下去 又完事了 你甚至不用為了顧到動態模糊去帶你的ND濾鏡 APP效果裡面有一個叫做動態模糊的效果給它打開 看起來就好像真的上了ND一樣 正確的動態模糊 很多人問什麼情況下適合像X4這樣的全景相機 我個人的體驗 我個人的回答 如果你今天想專注在玩 想專注在你的生活 真真切切的感覺 當下你只活一次只有一次機會的話 它是必須 它是必備 至於剪輯上面困不困難 這個後期困不困難的問題 如果拉在四年前2020年的時候你問我 我會回答你 機是好機 但剪輯真的太麻煩 但是2024年是什麼年 AI爆炸的一年 現在你只要朝機器比個5就可以錄影了 比個頁就幫你自拍了 AI可以幹嘛 AI可以幫你把所有影片當中的高光時刻給抓出來 甚至幫你自動剪輯 或是你可以靠它來自動跟隨把主角給拉好 Insta360的APP是目前市面所有廠商當中我覺得做得最好 這句話我不只講過一次 當中的模板教學 甚至剪輯頁面 這些經過所有的玩家的一些分享使用反饋 讓這個APP真的成為我目前用過所有的APP當中最能幫助到使用者學習 沒有之一 所以後期剪輯這件事情 對現在的人來說 就算是一般人 我覺得它不難 也不麻煩 不怎麼麻煩 如果你本身有X3 你在考慮是不是要買新的 我這邊幫大家整理了這次升級的部分 至於買不買新機 就看看你有沒有特別重視的地方吧 只要是台灣賣的也不貴啦 18899元新台幣 給它1900還會找你101塊 在規格上全景影片的解析度還有幀數是提升了 現在可以拍攝最高是8K 30幀 5.7K 60幀 甚至4K可以到100幀 縮時的部分來到了11K 那子彈時間從原本的4K 120幀 變成了5.7K 120幀 單鏡頭模式的情況下 現在可以拍攝到4K 60fps 也是比之前來的高 那密模式的話 原本只能拍攝4HD 現在可以拍攝的是4K 甚至可以拍攝到2.7K的120幀 如果你要拍慢動作的話 電池容量也變大了 續航時間來到了135分鐘 這邊注意一下 135分鐘是拍攝5.7K 30幀的情況下 如果你拍攝的是8K 大概70幾分鐘80分鐘 就差不多沒電了 但絕對一般使用者是足夠使用的 帶兩顆電池 一天的拍攝應該沒啥問題 然後保護鏡的更改 是這一次我比較喜歡的 以前的保護鏡應該用黏的 你黏上去後要拆下來真的很麻煩 現在你可以自己選擇 現在你要不要裝保護鏡 咔咔兩下就拆下來了 挺方便的 AI的手勢控制錄影拍照 這個也是新加進來的 我覺得對於全景相機來說 比個5比個頁就可以開始 你的拍攝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不用再把機器拿回來重新按開始 就比個手勢就搞定了 機器上面的Type-C接口 也從3代的2.0變成Type-C 3.0 所以如果你要直接接電腦傳輸檔案的話 速度也會更加的快 那你如果不想的話 你想直接傳手機用Wi-Fi 現在Wi-Fi的速度也變得更加的快 至於螢幕呢 從原本的2.29英吋變成了2.5英吋 感覺沒有變大太多 就一點點 但這種東西就是大一點點也是好的嘛 好就是大 大就是好 好大 當然沒有任何一個產品是完美的 總是會有那麼幾個點是你在乎的 但這功能還偏偏沒有 我們稱之為缺點 因這360X是在我這個禮拜的使用體驗 我有幾個東西我想要反饋 第一個是它的感光元件 終究還是只有1.2英吋 小感光元件又切成了11K 雖然說它可以超踩到8K 但是在夜晚或是燈光不充足的情況下 它的暗部表現還是比較差的 如果你有晚上想要拍攝的話 兩個1英吋傳感器的那個 One RS 1英吋全頂套組 才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但是在白天燈光充足的情況下 差勢完完全全畫質沒有問題 但是第二個我想要反饋的東西 也跟錄影模式有點關係 我們現在可以拍攝8K30幀嘛 可是如果你今天光比比較大 你要開啟HDR模式的話 HDR的錄影模式只有5.7K30幀 我不曉得是不是 合成電腦AI處理的速度還不夠快 沒有辦法做到HDR也有8K 但 maybe之後的軟體更新會有 但現在的HDR錄影模式還是只有5.7K30幀 最後一個想要分享呢 我真的覺得有點妙了 它那個密模式 傻瓜幫你合成下面 合成上面 讓你可以直接單鏡頭拍攝 可以拍攝4K 可以拍攝2.7K 比之前的4HD好太多了 但是呢 當你開啟4K或者是2.7K 50幀之後的選項的話 它就沒有防抖了 啥啥啥原因 我不明白 對吧這個是沒有防抖的意思吧 我傳訊息問他們了 但是因為今天是禮拜天 他們明天才上班 應該明天就會有人回我了吧 我再把補充的資料 留在留言處跟大家討論 這個如果是真的沒有防抖的話 希望之後軟體更新 可以把這個防抖給加進來 畢竟運動相機還沒有防抖 但是畫面用不了 以上就是我一些小分享 如果你最近有想要買全景相機 或是你有X3想要身體X4的朋友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然後這段問題下面留言 買了不會用 或你建議有聽沒有懂的 都留言 我心培 我們下支影片見 好